这也是街头外道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Avans的展位 那在我旁边的是郑宇志 他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Avans的产品 嗨 大家好 我们是达达里奥 所有的打击的产品 有Avans的补提和ProMark的补报 我带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展位上参观一下 补提我们有非常多的信号可以选择 因为我们Avans设计的产品有非常多品类 我们有价值谱的 有行径的 还有一些打胡扁的 甚至是丁英虎康加钢腹这种世界蜜月 都是有的 那是展出的 只有我们的打击月架子骨的产品 这些骨皮都是标准的14寸 然后右边两张是几乎22寸的骨皮骨 我们的骨皮有单层的双层的各种表面处理方式的 最常见的就是透明的骨皮 然后还有我们的喷白 磨砂 还有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火的 这个UV系列 UV系列的表面非常的光滑 而它是经过紫外光固化的 所以它比普通的坑白要更加的耐用 那UV系列如果是打时间长了 上面有黑点 大家用湿巾擦一下也就到了 所以今天因为消费降级了嘛 所以大家喜欢买一些 性格非常高的 所以UV卖得非常好 UV是一个大的家族 我觉得它除了这种UV一表是单层 UV二表是双层之外 它有小到那种通骨的骨皮 大到低骨骨皮都是有的之外 今年含出了UV的雅骨店 大家可以关注宽度一下对 我们的VC2S这个系列 它是用了我们的Sound Shaplin Tensology 这个圈 但它的均补就会有到磨砂的质感 以及加了后面的加强贴的 骨骨的系列有两个大的分类 有一个是E-MAG 是上面有这个纸银环 纸银环的话 有一个窄边的 有一个宽边的 就是你可以不拆除 对我们的情况下 可以去更换这个环 然后另外一个系列是EQ系列 然后它就是有这个Ctrl Rim 比较里面有两层 所以这个系列买的人也非常的多 我们的古棒呢 这边特别给大家展示了 我们的火轮系列 火轮系列的古棒是山湖上目 经过退火 然后形成了这么一个表面的质感 大家可以看到火轮的古棒 非常的漂亮 然后也非常的耐用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火门 所有的古棒 从7A到5A 5B到2B 它的古棒都是越来越粗 且越来越重的 我们每一个系列 最起码四个型号会给到大家 然后今天我们新出了 Lenial Release的这笔款是火门 它是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我们的火门 但它的这种古棒就不是常规的款式了 大家可以尝试去试用一下 我们的艺术家们都非常的喜欢这部古棒 也是今年的新出的系列 Trova和古棒 认成两个大的系列 一个是黄色的 一个是白色的袖套 那黄色的这个袖套是回弹的系列 白色的袖套是前轻的系列 大部分回弹的古棒呢 都是这个向子头和小圆头 大部分前轻的古棒都是火圆头 对 然后它们除了这个棒头形状不一样之外 是因为它的吹度长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形成了这样子的手感 那我为大家特别的介绍几个系列 原木色是有新气的这种 除外呢 我们会有原木色无土塵 也就是绿色logo的这一款 它是一个原木完全没有土塵的古棒 它会吸汗 但吸汗的话就会更繁华 对 然后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个系列是热激活 热激活的这个古棒呢 就是不明昔 首尾的外汗被热之后呢 这个会有点凝首 但也就是会有一个繁华的效果啦 我们热激活的古棒有黑色的和透明的 透明的其实是有点橙色的 橙色的样子的 然后我们的棒头除了普通的木质之外 还有尼龙的 那还有一些长得非常特别的 哇 这个是我第一次见到 这个我们实在还蛮好 这是艺术家的签名款 哦 然后珊瑚桃活的艺术家签名款 因为艺术家自己 他们的个人习惯会非常的特殊 所以他们会要求我的古棒要多长 我的棒头要什么形状 所以他们的古棒会非常特别 这边一排有很多很多艺术家的签名款 那这一场的古棒就是我们古棒家族的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 SKO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庞杂 据我所知 Promat应该市面上还是没有假货的 对我是没有见过 这个是 对对因为我们打架力度非常的强 真的 是的这个很难但是肯定得做 这是我们今年新出的一个软件硬件的一个结合套装 我们叫它Evans Hybrid Sensory Percussion Sound System The Evans Hybrid Sensory Percussion Sound System 它不同于Trager 就是我们叫它Sensor 所以它在一股股上最多最多可以触大十个区间 因为它的十个区间呢 其实是可以分不同的打的地方 以及你不同的几大手势 就完全不一样 然后它一年内置的音色包大概有100种 然后内置的音量有2000多种 而且你还可以导致 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界限的一个 对就是你可以去不停的去开发 不停的创新去看索你想要的音色 所以在普通上去搞media的 应该是这是第一个产品 所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问到的你说这东西是用来造成的 这东西是不是来录音的 其实它完全不是 它就是一个让你自找创作的 一个工具 不同的部分 a 4-piece kit becomes a 40-piece kit